宜蘭知名的景點蘇澳冷泉公園 過去有天下齊全之稱 在炎炎夏日泡上五分鐘清涼無比 不過現在民眾爆料說 為什麼公園變成了荒地 冷泉上面看 滿滿的漂浮物以及落葉 出水口漂浮咖啡色泥狀物 還有黃褐色落葉散落各處 拉遠一看整池相當混濁 讓人不敢靠近 這裡是宜蘭知名景點 由天下齊全之稱的蘇澳冷泉公園 炎炎夏日宜蘭連是好幾天都飆破三十度 清涼冷泉本應該是最受歡迎的景點 但現在放眼望去 不但空無一人 最隱隱為傲的冷泉也變了樣 過去幾年蘇澳冷泉公園 活動時滿滿人潮小朋友和大人開心 泄水過去是免費的親子泄水池 如今河裡卻只剩落葉和漂浮物 民眾見狀根本不敢下水 不僅公園無人管理 就連管轄歸屬也出現問題 蘇澳國小校長表示目前是由他們 所代為管理 不過這裡已經不屬於觀光休憩用地 而且經費有限 無法全方位照顧到 那但是因為蘇澳冷泉是屬於紅黃泉 含鐵量非常的高 再加上天氣炎熱太陽陽光照射 很容易形成氧化霧 漂浮在水面上 所以這是屬於自然的現象 而不是髒霧 校長更表示冷泉部分 雖然每周都有委外清理 不過水面上的漂浮物屬於自然現象 無法根除 過去富有美名是小朋友遊玩的天地 如今卻成了一片荒地 也讓民眾大嘆 真的好可惜 記者洪方生亞主義安報道